好 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有问题需要你帮助 那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请问有关于报税的问题 他说他个人独自报税了很多年 现在已经退休了 那明年报税可以和儿子 他儿子是工作之后都是独立报税的 他想问一下他能不能作为儿子 报税作为儿子的抚养人 被抚养人应该是 他人的抚养人 然后往常他都是自己报税 也有扣除贷款利息和这些property tax 都是在他的名下的 那他现在退休了之后 请问可不可以沿用这个问题 他根据美国这个叫做dependent 被抚养人应该是有些规定的 因为他没有这样规定 听说听说以前 他们系统还没有这么严格说 他说我家里有个dependent叫做小白 对不对 感觉是狗狗 狗狗不可以吧 但是以前真的 真的可以吗 对我说以前有发生过这种事件 所以他现在后来改善系统 就是说要social security number 哦 起码他是自然人 而且是要有social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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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肯定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 他要us citizen或us green card 这是第一个嘛 所以外国人理论上你不能claim 对 OK OK 那狗狗更不用讲 对 OK 第二点呢 第二点他说他是你dependent 对 因此你要有证据可以证明说 他的生活费用有50%是你support 哦一半是我support的生活费用 对 11处行医的都要support 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说你们要多少有一些关系吧 各种血缘关系 whatever 对 你不能随意找一个路人假路人 当作dependent嘛 对 至少有点关系 对 要有点关系 然后第四点呢 如果你要claim的父母亲 当作你dependent的话 像已经就很严格说 父母亲有一些收入 但是不能超过 比如四千五类是这么多 你说是那个by month还是annual 一年不能总收入不能超过四千 对 哦还是有条件的 如果他自己能养活自己的话 你是不能做我的dependent 对 没有错 就说因为说 搞不过父爸爸比你有钱 你才不合50% 也不make sense 也不合理 对不对 那你刚刚说有点关系 譬如说是我的朋友的小孩 在我家居住 然后他是留学生 但是他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but他是留学生 他的费用是我在雇 这样可以吗 这样你看 第一个没有social number 哦没有social就不行 就比较牵强 就是说你动漫机 那国税也会被掐机 那就try 对不对 哦可以试试看 没有social number就很难嘛 嗯 但如果是伴侣呢 就是我们没有结婚 但是我的男朋友和女朋友 但是他现在没有工作 他住在我家 吃喝也是我开销 这可以吗 这个我问得很好 但你们他就是国税也要 要不要查你对不对 他说这个这两个 4000块收入都没有嘛 哦除非他真的没有 对我们可以试试看 没有对 他问你从这个角度去说 你对不对 你这4000块都没有 那你怎么过活啊 对 那我随便去找homeless 在当dependom就对了嘛 我想过 然后国税实在查 我马上就跟他舌吻说 我爱他 哈哈哈哈 这人家也不相信啦 对对对 因为跟大家分享哦 嗯 这种这种花招 尽量不要想太多 因为拜登已经下了一个 最近那个法案 他说他都雇用 8万5000个查账盐 来查账 那你这个话 这个都没有弄好 对然后发现底辈怎么辣脸都跑出来 嗯 那那你本来 本来没事 他为这个来查理划算嘛 好所以跟大家分享 嗯嗯 我们还是在美国 做事还是要 要比较 他叫你stop sign 他该停就停 嗯 那我说类似像 美国伤体还是 这样比较安全的 tip 没错 没错 嗯 杨快七句话我们要听哦 就是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法律 然后不要太用这个小心思 因为开个玩笑是可以啊 重大的事情 然后呢听完我们的洋会计师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想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样这种报税领域 都是我们会计师的专业 其实你是什么情况 把你所有的情况跟资深的会计师来分享 他会给你来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plan 来帮你报税 这个才是 有的时候自己不一定会 就是越走越歪了 就不行了 是是是 好最后有一个问题 大家比较关心的 我想在这最后用你的一点点时间来提醒一下 就是据说这次的这个纾困金 就是通货膨胀的纾困金 已经开始发放了 然后其实有一些这个 有dependent的和没有dependent的 single拿的钱也不一样是不是 所以想跟您确认一下 是不是这笔钱从这个月就开始要发了 大家是不是要查一下自己的账户 对 那个对 我又在仔细谈 因为不敢给他 不容易 我没钱 因为他这个政府现在很矛盾 什么矛盾 通盆这么厉害 对不对 那你还花那么多钱 那不是通盆更厉害吗 这不是很矛盾吗 你这个纾困金是说我没钱对不对 我属于智慧型出问题对不对 而且没有通盆状态在通盆 那你这个还要佛上加油 所以好 但因为我回到这个问题 我只要再把它仔细查 每次一点 一万高到四万高 但我想对他们已经有提到这个东西很多法案 那我们现在还在弥清一下 如果OK我下次更完整 好OK 好那我们下次就是等我们的会计师非常非常 detail的理清了 给大家一个很专一很准确的 不要看这些网上的线大家都在乱传 不要不要不要 坎达到时候你七万高十万高 对对 那我们快计师最近十页说忙得到你一天一天大 再变得八了二十 我们没办法转心报了 还是帮你谈话 这个十页数号 我们可以把全盘都帮你整理出来 这样大家就放心了 特别好 那我们期待下周的节目 好吗 好谢谢我们的 抱歉 还有一个小贵 他最后还问到一个mortgage interest 我忘掉了 他说他有一个property tax 他说他之前都是自己报税 然后他报税的时候有抵掉一些property tax 他就问他说 现在能不能跟他的儿子 做他儿子的dependent 但是几个条件 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不是符合 对这个这个对 这个我们应付国内查证 有碰到像类似问题 很多人对 他比如父母亲啊 或者他亲戚或fiber 他们的property tax 那个mortions a minute 谁的收入高 他就move到那边 先把他抵税 那那个move过来 过去move过来 但是真的查证他是这样 第一个他先看 你这个抵税这个人 有没有ownership 有没有产权 哦 对啊 就是说如果这个产权 没有他的名字 他的时候没有他的名字 其实是不能move过去的 查到的话是违规的 对违规的 所以我要跟你讲 他start sign 该停就停 OK 所以他的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他要沿用到他儿子那边去 但是他自己在pay的 这个property tax 没有他儿子的名字 那就不行 其实是不可以的 对 哦 我是跟他交 因为用不讲 用得到这个 用得到这个 对对 还是催乎我一点 比较好一点 好吧 好的 再次感谢我们阳光明会计事务所的阳光明会计师 如果大家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呢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他 谢谢阳光明会计师 我们下周见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